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馬子師杯 大家好 童修問到的是顧問說 那我們拜馬子 拜馬子有什麼樣的通關密碼 也就是最快可以得到馬子的一個能量的一個加持 還跟保佑呢 所謂通關密碼 就好像我們上網路啦 進入一個網站啦 他會問我你是會員嗎 你要出會員的話請你打一個 Password 就是通關的密碼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的信徒 哪種特質就很快就容易得到 馬子的一個保佑跟他的護佑 他給我們的一個能量 那我在同修會已經17年了 到今天17年了 拜拜 快要60歲了 已經拜了50幾年了 所以我可以從中間可以感受到的 那我也深入去研究 怎麼樣的人呢 跟馬祖呢 互動得很好 他的通關密碼呢 這個Password呢 又先前呢 可以拿得很高 那馬祖對他特別的什麼呀 他的照顧 我的觀察同修呢 他的行為啦 他的做法想法 我發現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也就是呢 心存慈悲的人 那就像跟馬祖一樣有一顆慈悲的心 慈悲的愛人的心 那什麼叫慈悲呢 也就是死死呢 都準備去幫人家解除人家的痛苦 想辦法讓別人得到他什麼 快樂 所以說我們的馬祖宗教裡面呢 我們在禁箱 就會看到旁邊的人 準備一些飲料啦 茶點啦 或者是 午餐中餐啦 來供應給禁箱的人 每個人都在想辦法說 解除別人的 別人所需要的東西 我們提供給他 別人的壓力 不管是吃啊 喝啊 穿啊 這方面 就是馬祖那種慈悲的一種精神 那個慈悲不度 那種愛 那種愛 那種愛眾生的心 所以我發現呢 要拜馬祖的人呢 只要你有一顆慈悲的心 馬祖的心 就很容易得到馬祖的什麼 加持 拔杯啦 囚籤啦 那個互動呢 非常緊密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同修 心存慈悲的人 心裡很有愛心 動不動就想到別人要什麼 那別人想幹什麼 那盡力的是 幫別人離苦得樂的人 就發現他拜馬祖呢 很虔誠 也得到非常大的回應 馬祖對他的照顧 就像lucky一樣 求什麼就有什麼 另外呢 一個是 我有觀察到 我每次看到同修呢 離開教室啦 或離開馬祖的神殿的時候 他要離開當下 還會去怪貴馬祖 然後感恩馬祖的慈悲 一直一直在那邊 謝謝馬祖 謝謝馬祖 謝謝將軍 那就抱著一個感恩的心 所以同修中間 很多人世界做得很大的一個同修 我就發現 他的感恩心喔 真的是 哇 比我們大 隨時保持對馬祖的一種感恩 那就感恩馬祖慈悲 感恩馬祖慈悲 所以馬祖的通關密碼我在想喔 大概只有這兩個 慈悲 感恩 所以馬祖也教我們說 生養馬祖慈悲 每次問候的時候講馬祖慈悲 那我們都會跟馬祖行禮 集體團拜的時候 行禮結束的時候 我們都感恩馬祖慈悲 所以發現慈悲跟感恩呢 應該是馬祖的通關密碼 所以我們用來看 看誰的信徒 他所展現的思維 行為 人形 他主要是說感恩感恩 謝謝謝謝 所以你看到 這些人 這些好的同修 然後受過馬祖的一個 特別的照顧的同修 那發展得很好 不管是事業 家庭 婚姻 感情 孩子 都非常的圓滿的人 我們發現 他把謝謝 感恩 這兩個字 常常在嘴巴一直講 一直講 感恩謝謝 所以馬祖在教導我們的時候說 我們要多說謝謝 多說感恩 然後心存的慈悲 念的事跟物 我們就要怎麼樣 慈悲 我怎麼樣幫他離苦得樂 如果幫老闆離苦得樂 如果幫恩公離苦得樂 如果幫信徒離苦得樂 如果幫父母離苦得樂 如果幫另外一半離苦得樂 存的這個離苦得樂 慈悲的心就是一種愛 但是我想 愛與慈悲 還有感恩謝謝 應該是 進入我們馬祖文化領域裡面的通關密碼 馬祖一定非常疼你 會有正面的能量來加持你 這裡也跟各位分享 我們身為馬祖信徒 走馬祖聖道 我們例行在平常工作就是說 感恩馬祖人慈悲 那感恩馬祖慈悲 把每個人都當作馬祖伯的化身 我們對每個人都心存什麼 感恩 顧問財產長教人家 到企業裡面講人家 如果企業要做好 要發展好 就是要讓每個人同仁人工 心存感恩的心 什麼是感恩 當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想要講這個飯這個米從哪裡來 經過多少個人的努力 才有這個飯給我們吃 我們一定要生存感恩 這麼樣的多人 就是代表著宇宙大自然 我們要對宇宙大自然 心存感恩 那馬祖是我們的信仰 馬祖代表宇宙代表老天年 所以我們感恩馬祖的慈悲 幫我離苦什麼樣 當然我們也要去存著馬祖的心 幫助別人 那感恩這個世界的人 世界的物 可以讓我們珍惜 讓我們感恩 讓我們謝謝他 我們心存感恩 然後我們也慈悲心 帶給別人 就是馬祖教我們的 要進入馬祖這個靈異 讓馬祖照顧你 當馬祖的小孩 最重要是感恩 慈悲 以上謝謝大家 馬祖照顧你 好 謝謝大家 呀 好 是